这些肉肉的话 现在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各自各都感觉在拼命的生长 虽然最近的天气不利于它 要么就是这种高温天气 要么就是天天下雨 但是大家看它们各自各还是很精神 所以说这个肉肉还是很好养的 看这个屁屁 之前那么的干瘪 现在多么的粗壮 而且还有几个退了皮 然后尤其是这个 大家看 感觉现在是已经算是满盆了 这一个黑发丝也是很漂亮哦 现在很精神了 之前里面的话绿绿的还没那么漂亮 现在感觉变成全黑红的这一种 很好看 现在我要把它们的这一个花剑给它剪掉 因为我也不打算留种子 这个花剑还是很好营养的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肉肉 这个肉肉我是把它放在了这个老家 可能是这个阳台上面 从来没有给它浇过水 可能已经有大半年了 但是它还活得好好的 开了这么多花 大家看叶片多么的肥厚 把它花剑也剪了 这一盆千叉的这个长寿花花开的非常非常的 现在把这一些开败的给它剪掉 长寿花能开很久 之前这一盆就是用这种剪下来的这一个花剑 这样迁扎出来的 这个花剑是可以迁扎的 不过我现在太多了 我就不要不迁扎 这一盆很重要的